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位Helen当中说的鄙视链 这中产阶级育儿的鄙视链可远远不止是说没有英文名字就没有朋友这么简单 从孩子看什么动画片到什么地方旅游 再到培养什么兴趣爱好 上什么幼儿园和导教机构方方面面都能够为家长们互相鄙视 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因素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还在看喜洋洋啊 熊出没啊这些国产动画片 那么你得注意了 你已经被看迪士尼海洋宝宝等等外国动画片的孩子们的家长所鄙视了 而这些开万国动画片的孩子家长呢也特别的得意 而看探险火宝啊还有倒霉熊这些英文原版动画片的孩子们的家长 已经在动画片鄙视链的顶端自名得意了 再来看看看动画片都能够分出三六九等 更别说上哪儿旅游了 据说说啊只带孩子去迪士尼还有环球影城是攀比的准 入门口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你能带孩子去趟欧洲转一转呢或者是美国走一走 那么恭喜你了你已经站到了这旅游地鄙视店的顶端了 而拥有了鄙视那些带孩子去日韩东南亚还有港澳台旅游的家长的资格了 而在这上什么兴趣班问题上面 如果说孩子们正在学电子琴画画跳舞这些看上去好像是老掉牙的项目 那么这些作为学生家长的你可能又会被鄙视了 马树高尔夫橄榄球这一些所谓的贵族爱好才能够让你更加的扬眉吐气 而除了上什么兴趣班上什么幼儿园也很重要 幼儿园鄙视店一共分为五个等级 好咱们先来根据学费看一看 最低等级的呢是800块钱一个月 再好一些的是4500到5000一个月 然后就是7500到8000一个月 再好一点的那就是上万块了 这是有纯欧美外教全天教学的 这最顶端配置的就是国际幼儿园一年需要多少钱呀 15到20万呢 那那一些还没到上了幼儿园年纪的早教机构 就成了家长们的内部斗争的前年阵地 最被鄙视的是去国产机构的 因为基本没有外教 那好一点呢咱们去哪 去国外非一线品牌 最好的就是去美国一线品牌 大部分课程都是外教教授的 音乐教材也是定制的 那通过这五大鄙视链当中相互碾压 家长们呢是获得了快感和优越感 可是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在父母的这一种攀比当中耳濡目染 他们又获得了什么呢